眼前的瑞贝子语气充满绝望 随着大清朝的覆灭 满清贵宙八旗子弟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悲惨 就好比范武烟 现今笼络到靠给洋人当中介为生了 他把满屋众人都赶了出去 唯独留下了儒二奶奶 瑞贝子和二儿媳妇说着掏心窝的话 家大夜大 大清朝一晚 这些子弟跟个皮修似的只吃不拉呀 要说这儒二奶奶也是命苦 出阁前呢也是为格格正皇旗出身 打小就进了贝子府 可没想到自己男人命短早早就去了 独留自己守了十多年的活寡 老贝子觉得很对不起他 自家子弟什么德行他最了解 他特意前走众人给儒二奶奶留下了一个箱子 这箱子给你留的 圣上高兴的时候 赏的 又给了一处小院 这是钥匙 拿着 算是对他的补偿了 最后交给了他一个包裹 特意叮嘱回屋再打开 后事交代完毕 儒二奶奶加着包裹呢 就退了出去 一出门 就见以大奶奶为首的黄虫帮 早已在屋外恭候他多时了 老二家的 你可真招人疼啊 自己不受老辈子待见 大奶奶自个儿呢 是心知肚明的 可他就是不服气 为什么独独偏袒儒二奶奶他这个寡妇 话我今天跟你说明白了 就是老爷子给你的东西 也不是你的 这院子里没有一二东西是你的 大奶奶让坟妈打开包裹 坟妈抵死不从 我 我不解 好啊 连个下人都这么硬气了 大奶奶不干了 给我张嘴 带着黄虫帮 对着坟妈呢 就是拳打脚踢 一旁的儒二奶奶 拦又拦不住 打又打不过 我给你们解 我给你们解 只能乖乖的打开了包裹 看呀 你们看呀 本以为是什么西式珍宝 却没想到是二少爷的东西 这一下众人傻眼了 这是老二小时的玩意儿啊 这一堆破烂啊 如二奶奶气上心头 对着众人呢 一顿嘴上数出 来呀 抢啊 拿呀 尤其是大奶奶 被说的那叫一个里外不是人呀 是你戴着头是不是 啊 来 这玻璃珠子给你 你这干什么 拿起玻璃珠子 就要给大奶奶 吓得大奶奶是连拍衣裳 死人的东西我不要 晦气 死人的东西 你们吃的穿的 哪一件不是死人的东西 啊 你们自己挣过一口脚骨了吗 光说呢 还不过瘾 把这鬼脸带上 给你娘家人争光去吧 你 乌二奶奶拿起东西 就砸向了众蝗虫 吓得他们四散而逃 怕沾染了晦气 屋外发生的一切 屋内的老辈子是听得真真的 可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在那里 唉声叹气了 真是造孽呀 随着老辈子的病情加重 如二奶奶知道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瞅着机会 就让冯妈悄悄往外面夹带一些古玩字画 拿好了 唉 就跟出去买东西似的 心里平和点 这些举动都被大奶奶看在了眼中 只见冯妈穿廊而过 刚到大奶奶的门前呢 就被叫住了 冯妈 唉 对老二家 大奶奶盯的那可是紧着呢 打开 我看看 一搜果然有东西 这宫里的玩意儿啊 这是要做好了挂在医生上啊 冯妈眼见室友败露 嘴也硬不起来了 你家奶奶是这么吩咐的 你家奶奶让你死你死啊 孰不知如二奶奶根本就不放弃 她借着看病的由头 拜托医生呢 帮她夹带着东西 甚至不惜下跪苦苦相求呀 这可吓着了赵大夫 做医生的 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 权衡利弊之后 她答应了如二奶奶的请求 从如二奶奶那里出来 冯妈带着赵大夫 赵丽去了大奶奶那里通报 大奶奶 赵大夫看病要走了 哪只刚要走 就被大奶奶叫住了 赵大夫 您没拿东西吧 啊 没有 东西可得拿好了 大奶奶这是话里有话呀 看着离去的二人 大奶奶似乎想到了什么 但是呢 又有一点摸不准 哪只晚上刚走 白天就又来了 这次大奶奶不准备客气了 家大了 人心砸 要不是我拢着 这个家早就空了 丑话说在了前面 老您家 您把这药箱子打开 坟妈着急了 只见赵大夫很干脆的 打开了药箱 这话可吓坏了大奶奶 谁家没有个头疼脑热 今儿这事自己本就做的不地道 这要是再把赵大夫得罪了 那以后有求于人家 自己可没地后悔去呀 都说阎王要你三更四 焉能留你到五更 老辈子终于随了院 一口气没上来就这么走了 众人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呀 财神也走了 带走了家里仅存的一点荣光 如二奶奶心里很是难受 她知道自己下半辈子 是鲍鱼海参 还是糟糠烟菜 就看这几天了 趁着众人没注意 她回到了自己屋里 自家的侄子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 拿起东西 一件件的赶忙我侄子身上塞 灵了呢还不忘特意叮嘱 记住了 这东西可是你姑忽了命让你带出去的 这都她活命呢 带出去啊 姑亏不了你的啊 果不其然 老辈子还没下啊造呢 大奶奶就带着一家老小 去如二奶奶家里盘点家产 如二奶奶心里明白 老爷子在世时 大家做得再过分 也都留着一点情面 现在人不在了 把钱看紧了才是正事 清点家产只是第一步 打点老爷子 里里外外花了万八块大洋 这钱呢都是东家借西家凑 就连房子都压上了 再做的都是老辈子的子孙 这钱呢就得大家伙平摊呀 轮到二奶奶这儿了 你出两千 没儿没女的钱留着也没什么用 是不是 大奶奶这话说的多毒呀 二奶奶得问清楚 我想问问 我出了钱怎样 不出钱又怎样 不交钱 给我立马走人 这家里家外的一根针一寸布 也不许拿出去 一口咬定就是没钱 我没钱 大奶奶也不装了 那你立马走人 临走呢 如二奶奶还不忘损了大奶奶一句 算我没有看错人 没看错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就这样 身无分文的如二奶奶 离开了贝子府 去了老贝子 给自己留的那套小院 这真是天高任鸟飞 海阔任余月 来到里屋 满满当当的两箱子 全是古董字画 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找一个董行的人 赶紧出手 话说帮自己带东西出府的养子 压根就没打算 把东西给如二奶奶 怎么说这些东西 或者掉脑袋带出来的 拿命换来的 他还想要回去 刚巧碰到了走街串巷的佟凤圈 进屋之后 躺着一个女人 正在吞云吐雾 坐定之后 就见杨子拿出了一个茶壶 这东西 它要是成对的话呢 话都没说完 就见杨子呢 又拿出了另外一件 佟凤圈是心里暗惊讶 原本心里想说的话 也说不出口了 他能值两块半 这下女的着急了 我跟你说 这十块八块的 还不够你这些日子的搅滚 皮肉还不算 陪了夫人又折兵呀 一听这话 佟凤圈的心里更加笃定 早知道你弄的是 那对破烂玩意 我就不干留你 打一进门起 他就看出来 这两人不是啥正经关系 而且呢 不识货 该自己捡着大漏了 干古玩这行的 如同写文章一般 电火雷石灵感突现 说不准什么时候呢 他就通了 买招卖着 捡个漏 那气象可就大不一样了 这不杨子一进屋 他就开始下套了 俗话说的好 劝赌不劝瓢 劝瓢脸不焦 懂这种事 那必定是花了钱 我落下一身的伤出去 小之一力 冻之一轻 宝爱抄 劲爱翘 嘿 现如今的劲啊 全都改得买钱了 这话呢 说到杨子心里去了 一看这样 童凤泉乘热打铁 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 全部都给了杨子 正好五十块银票 来 还有 哥哥这还有 算是交了他这一个兄弟 可这些东西 都不值这么些吧 光是不辣的东西 我可喂不了你了 女人这话呢 算是神助攻了 杨子认了 谁叫自己不懂呢 童凤泉赶忙打包 嘴里不停念叨着 东西我包走 我连再瞧都不瞧了 钱您留着 吃亏算我的 生怕杨子反悔 一出门呢 就抱着东西赶紧跑 就是不知道 这个东西 到底能值多少钱 我是小四 今天呢 咱们就说到这 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呢 大家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接着聊